刘晓波逝世五周年纪念之词 作者 魏金生 感谢笔会的朋友们还敢邀请我发言 谢谢 最近美国政府又重回绥靖政策的倾向 我发言的机会也减少了 所以感谢笔会的朋友们 给我纪念刘晓波先生的机会 刘晓波是我的好朋友 尽管我们之间过一字面 那是在九三年我假设在北京的时候 在一个意义作家们的家庭聚会上 摄影师毕福建邀请我和大家谈谈当时的形势 话题很快转到了一亿人士的生存权上 刘晓波说 我一说话就进监狱 咱们才能即发表言论 又不会进监狱呢 我说 那要看中共的底线在哪 容忍度的底线 就是不进监狱又能说话的界限 小波又问怎么看这个底线呢 我说 两个观察点 一个是中共最高当局的地位是否稳固 稳固会增强他们的自信 容忍度就比较高 或者说要假装开明 为了奥运会把我放出来 就说明他们现在要假装开明 所以现在容忍度比较高 小波很放松的呕了一声 接着我说更重要的是第二点 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 特别是贸易方面的压力大的时候 中共的容忍度会比较高 最近美国国会对贸易追惠国的讨论 和申请奥运会压力比较大 你可以放胆说话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话题转到了毕福建的三国演义电视剧上面 拜登政府最近又转向绥靖政策的倾向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是习近平政权 大幅度收紧人权政策的原因之一 不但对异议人士和作家 甚至扩大到对所有人民的病毒清零政策 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的批评 我呼吁作家和记者编辑朋友们 批评和阻止拜登政府的绥靖倾向 保护中国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力和空间 谢谢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